大家好,我是小雷哥 当AG常文会倒战士官八强后 AG飞飞的一句不破不力 让喜欢AG的粉丝们不仅好奇心大整 更是害怕自己喜欢的队员被替换 同时粉丝们已经厌倦了AG的失败 AG必须将呼声最大的卑谷者拿掉 不然AG将失去大量战队粉 所以飞飞这四个字太重要了 随后被指责最多的张角离止 说实话,她的离开 不一定会给AG带来好运 因为现如今KPL联盟 已经没有强劲的三星总监可拼用了 相信这会儿最头大的就是AG的管理程 不得不卸人张角 以凭粉丝们心中的不敢 可这还没完 紧接着阿沃克教练也官宣离职了 也就是说AG教练组已经无了 不过也确实 自从月光被喷下课后 AG速呼没怎么开发新体力 一直都是别人用过 自己在训练拿出来用 相比于月之轮换和光之批皮 稍微迅速了那么一点 而当A教被扶持上位后 春季太四强和四冠八强的成绩 确实让粉丝们非常不满意 俱乐部似乎也醒悟了 可这时又没有好的教练组可以选择 禁天两难 虽然月光再次被提起 但对于月光现在的直播人体来说 比周教练好多了 不过只要飞飞一句话 月光必定会回归 然而现在的AG想要执行权力 是要经过金主爸爸的同意 所以AG秋季太的教练组 还是扑朔迷离的 对此小伙伴们认为月光会再次回归吗